对系发球教学 纯下旋到底怎么发 一定要印证看完 最近很多人问我 如何发好一个纯下旋发球 我们都知道在比赛中 如果我们有一个好发球 那这个比赛就拿下一半了 所以说今天咱们一起把它学会 走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发好一个 纯下旋的发球呢 这个发球在比赛中 肯定是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项得分手段 我们发出去以后 我们就要见效果的 我猜大家肯定有跟我刚才一样的感觉 明明我这个球使了很大的劲 但是为什么发过去 还是会被人随便的挑或者拧呢 那么这里我就要 先给大家走出一个误区了 我们比赛中很多人认为 我发一个球 被对方进台上手以后 是因为我发的不转 然后我就会疯狂的 加质量加旋转 其实你仔细想一下 发的转不转是一方面 但是最大的问题 有可能是球的高度 那么这个球就很明显了 虽然我这个球发的比较转 但是因为我的高度特别高 发到这个位置了 人家可以上来以后 不吃旋转 直接走 照样可以上台 我们真正想把纯下旋练好的时候 我先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低和转里面 我一定要先选低 那么大家看我这个球是怎么发的 这个球的质量跟之前一模一样 但是为什么对方会直接挑下网呢 就是因为我把弧线控低了 落到对方的台子上以后 不是往上蹦 而是直接往前 平平的走 那么我告诉大家 如何一步把这个球变得非常低 我们很多朋友们在发球的时候 是这样的 即使他弯腰 即使他往下蹲 他照样蹲到这个位置 就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眼 我刚才的发球 我刚才发球时 我的眼睛跟我的网子上眼 是保持一个平行的 看是处于非常低的一个状态 道理很简单 当你这样站位比较高一点 这样去发球时 你的手发力的方向 全是从上往下方砍的 但是一旦我的重心降低了以后 我还能这样从上往下去发球吗 肯定是下往 所以这种时候 我们的发力方向 就只能从后往前 平平的直接出 然而从后往前发力 恰恰就是你发唇下拳 你需要的动作 那么第二点就是 我们在接触球时 到底应该怎样去摩擦 怎样发力呢 那么大家看 我刚刚这个动作 特别特别大 我恨不得这个球 所有的力量 都发在接触球这一瞬间 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如果你上来这么大动作 然后拉开的时候 这么发力 那肯定接触球这一下 反而没多少质量 我们在想把这个球发转的时候 一定要找一种 瞬间摩擦的感觉 无论直板横板都一样 我们就是要在接触球这一瞬间 突然发力 突然加力 那么第三个 也就是最结合实战的了 我们很多人在发 纯下拳的时候 仗势特别大 生怕对方不知道 你发的是一个下拳 你这样去发一板 看似你这边 发了很大的劲 看似你会让你的对手 觉得这球好转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只会提醒你的对手 你只会让你的对手 更注意这把球 到底该怎么接 大家要记住一点 越是你的拿分手段 在关键时刻用的时候 你越不能外显 就跟那句话一样 咬人的不叫 是一个道理 我在发唇下拳时 动作越小 越吸引不到 对方的注意力 反而这种时候 是最容易得分的 就是这种感觉 越安静 越不引人注意 在这种时候 才是越致命的 不会跺脚跺得太大声 也不会动作 特别夸张 动作特别大 我就是在手腕这块 暗自发力 大家把这三点学会 相信你在比赛中 你的唇下拳发球 就是能拿分 对方